自从俄罗斯名将萨芬 在2000年美网决赛中 三盘直落战胜美国天王桑普拉斯 夺得80后球员在大满贯的首个冠军以来 这20多年间 80后选手保持着每年至少一个大满贯冠军的夺冠率 而且在2023年发往前 80后瑞士球员费德勒 西班牙球员纳达尔 塞尔维亚球员德约 科维奇英国球员穆雷斯仁 更是联手拿下了67个大满贯冠军 客观上来说 他们代表着80后选手统治了整整一个时代 然而 自2016年 加拿大选手拉奥尼奇一路高歌 在温网半决赛中 熬战五盘战胜赛会七冠王 瑞士选手费德勒 闯进决赛 成为首位闯进大满贯决赛的90后选手开始 80后选手在ATP的统治 已经日渐松动 随着90后选手的逐渐成绩 95后选手已经日益成为 ATP网坛的中间力量 面对这些人的冲击 80后选手在大师赛上的每年夺冠数量不断下滑 2022年甚至只拿下了一个大师赛冠军 与此同时 00后新秀阿尔卡拉斯 鲁内 辛娜等人也在不断地成长 客观上来说 一方面由于年华逐渐老去 一方面由于95后选手和00后新秀的不断冲击 80后选手已经逐渐走向了羡慕的时候 然而 只要还有80后选手奋战在ATP职业网谈 那么他们的时代就还没有落幕 上周 英国选手穆雷和塞尔维亚选手 德约科威奇在挑战赛和法网都拿到了冠军 为自己辉煌的职业生涯续写着传奇 那么 他们是怎么拿到冠军的 他们的对手又是谁呢 下面 就让笔者带你去看看吧 穆雷 ATP125 瑟比顿冠军 曾几何时 穆雷也是四巨头中的一员 他在大满冠决赛上 两次战胜塞尔维亚选手 德约科威奇 还在奥运会上 两次拿到男子网球单打金牌 然而 由于伤病的原因 自2017年起 穆雷的状态逐渐下滑 甚至一度传出过有退役的打算 然而 自2022年起 穆雷的状态开始有所恢复 这两年来 他三次杀进巡回赛决赛 已经逐渐摆脱了 穆尔伦这个尴尬的绰号 2023年5月 穆雷在APPCH 175普罗旺斯艾克斯决赛 先失一盘的情况下 连班两盘逆转 战胜了新科奥网四强保罗 获得冠军 上个星期 他在APP12542盾首轮 两盘轻取前奥网四强阵选 顺利晋级 第二轮 面对前不久 刚刚获得职业生涯 首个挑战赛冠军的 中国小将 这两位小将会和穆雷交手吗 如果有机会交手的话 这两位小将的表现将会如何 已经两夺挑战赛冠军的穆雷 会在这个挑战赛上一路高歌 获得2023赛季以来的 第三个挑战赛冠军吗 一切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来源 网球之家 作者 一新居士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